巴西球王比利开了1月2022年12月30日因病去世 中年82岁 比利向来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足球员 曾带领巴西在1958、1962和1970年三夺世界杯冠军 在其个人Instagram的首页更著名自己曾攻入1283个入球 外号为黑珍珠 亦被国际足协授予球王The King of Football的称号 以下便为M730读者简介比利生平 其提法厉害之处所创下无人能及的记录 以及著名乌鸦嘴称号退役时连上天都哭了 比利于1940年10月23日出生于巴西一个贫困家庭 自少便与足球为朋友 其足球天分惊人 加上后天努力训练体能 15岁加入巴西母会山度士便平步青云 16岁更成为联赛神射手及巴西国家队正选球员 于山度士赢得9个国内洲际比赛冠军 6个联赛冠军 两个南美自由杯赛南美杯冠军及两个州际杯 于1975年时他加盟美国纽约宇宙队 至1977年退役 当时比利的退役赛由纽约宇宙队山度士 比利上半场代表纽约宇宙 下半场转踢山度士 最终宇宙一二比一击败山度士 比利为前者射入一记罚球 值得一提示下半场天气转叉突然下雨 巴西传媒便已连上天都为比利而哭为当日头条 球王比利踢法是甚吗 其踢法属于什么风格 一米七三的比利身材不算高大 但他与场上却十分灵活 弹球结合速度及高超的平衡力 与球场上可以一次又一次过人 撕破对方防线 比利能传善射 可出任前锋及进攻中场的他 亦是一名双枪将 可以左右脚开弓射门 亦多次投锤入波 总入球数多达1283个 加上其出色的传球视野和无私踢法 令他成为世界杯最多助攻次数的球员 与美斯吉马勒当拿通的八次 值得一提的是比利与个人自传的续上 卸上将此出献给所有为球赛变得美丽 The Beautiful Game的人 因此过去不少人将足球等于 The Beautiful Game等于比利 而比利自传电影比利 一个传奇的诞生中 便提到其踢法融合 Jingle 意思是将巴西武术融合到足球场上 其踢波风格就似是表演艺术般华丽 为什么比利被评为史上最佳足球员 比利或FIFA授予球王 The King of Football的称号 不无原因 其创下的多个记录 相信未来亦很难打破 以17岁至零 成为最年轻 世界杯冠军得主 以17岁至零 成为世界杯最年轻入球球员 与尼玛同以77球 成巴西国家队神射手史上 4名球员 曾在四届世界杯决赛周 都有入球 与世界杯决赛周14场赛事 交出8次助攻 与每次25场 马勒当拿21场助攻次数平手 17岁便在世界杯决赛攻入两球 最接近的球员便要数19岁的麦巴比 于2018年决赛攻入一球 以上纪录已经难于打破 更何况比利本身 赢得三届世界杯冠军 已经是史无前例的成就 相信这个不可能任务 于后来者中 一直得麦巴比有机会挑战 此为大成就 令比利在FIFA于千禧年时举办的 世纪最佳球员投票中 以72.75%的得票率 当选球王 两代球王比利 与马勒当拿分属好友 两代球王比利 和马勒当拿都曾领军 赢得世界杯冠军 其中比利是三届世界杯冠军得主 而马勒当拿于1986年世界杯 便使出上帝之首 为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虽然两名球王 于不同年代统治足球赛场 但他们私交却是不错 在马勒当拿离世后 比利也对好友表示怀念与不舍 他说道 令人悲伤的消息 对我来说是失去了一位朋友 对世界来说 则是失去了一位传奇 我有很多话想说 但现在希望上帝 把力量赋予你的家人 我也希望有天 我们在天堂相遇到时 一起踢播 而2022年 每次在为阿根廷 赢得世界杯冠军后 比利一有提起老友名字 恭喜阿根廷 我肯定 马勒当拿此时此刻 正在大笑 为什么比利会有乌鸦嘴 作为球王 比利退役后 一直活跃于球圈 不时出其慈善活动 一多次预测大赛赛过 几多冠球队 可惜 其命中率都十分低迷 因此得到了 比利乌鸦嘴支撑 以下便列出部分 比利错误预测 1994年世界杯 比利预测 哥伦比亚将捅杯 结果哥伦比亚出局 艾斯高巴更应百乌龙 回国后被枪杀 2002年世界杯 比利预计决赛 为阿根廷与法国之争 但两队 却与小组赛齐齐出局 2006年世界杯 比利递好德国 葡萄牙争冠 但最终两队只能争济军 2012年 伦敦奥运决赛前夕 比利递好巴西足球队 可大勇夺金 最终却在决赛 布迪墨西哥 得阴牌 2022年世界杯 比利递好巴西能夺冠 结果 巴强便被克罗迪亚 以12码淘汰 暴冷出局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